难道你想象不到他们脸上在笑可心里在流泪吗 木兰如此处理 正表现了他的胸襟和气度 他是在给你找一个台阶 一个不是你为难也不是你尴尬的台阶下 你不敢急他不说 反倒责怪他 这才是天下奇闻 可他们不该瞒着我 居然两个女人合起来做了同谋 这就是你愤怒的理由吗 孙雅 你是木兰的丈夫 可你根本就不懂她 不懂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难道你看不出来木兰的良苦用心吗 她是想在谈笑之间 解决掉你们三个人存在的问题 你该知道 对一个女人而言 这是一场灾难 而不是游戏 也就是她了 别的女人 是不会这么做的 照你这么说 我倒应该感到庆幸了 孙雅 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能娶到木兰这样的女人为妻 当属造化 你不珍惜却屡屡伤害她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听我的劝 回家跟木兰认错 坦诚地认个错 和那位曹小姐彻底了断 这样才可以抚慰她心灵的双伤 我不会去道歉的 这不公平 对于我 对于曹丽华来说 这都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 我知道 在你们眼里 我是个花花公子 但是你们错了 我对于自己的爱 是有追求和向往的 我实话告诉你吧 在和木兰成亲之前 我就已经和曹丽华有来往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 阴错阳差的婚姻 我现在娶的不应该是木兰 而是曹丽华 这样的话 我和丽华 就有了自己真正的爱情 木兰是个才女 是个少见的才女 但我和她在一起 我只会感觉到 难有自在 难有放松 我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磨盘一样 我知道对于你孔丽华 和别的男人来说 木兰是一个好女人 但对于我来说 她不是 我要的是爱 对于女人的爱 并不是 要的并不是 对于一个女人的敬仰和崇拜 你明白吗 漫罪胡说八道 我很奇怪你会这么想 丽华 你我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你根本就不懂我 我是不懂你 可你懂过别人吗 你懂过谁 孙雅 你太自私了 我自私 你说我自私 我对于身外之物 我一向都视如粪土 你是情感自私 情感 这是最能伤人的一把利剑 伤到最后 你知道会伤到谁吗 我知道 你又要说我伤害木兰了 是不是 伤到最后 就是你自己了 木兰 衣服都给你运好了 怎么 这么晚了还没吃晚饭 孙雅还没回来吗 他在外面有事 他能有什么正经事啊 要不 你先吃吧 我等他回来一起吃 木兰 孙雅是你的丈夫 她是你的男人 不是你的孩子 你那么宠他 那会害了他 妈把他交给你管教 可是你 先生 先生 打烊了 人都走光了 天还没亮啊 都生个半夜了 还想睡到大天亮啊 你还没亮啊 你还没亮啊 还没亮呢 我还没亮啊 你还没亮啊 小个儿子 我还没亮啊 伤念你 我还没上岁 那你还没亮啊 那你会费 我还没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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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少 我还没亮啊 我还没亮啊 三少爷 三少奶奶 曹小姐临走的时候 写了封信给你 我没看过 孙雅 我走了 以后我们不必再见面了 好好珍惜你太太吧 她是个好人 是个好女人 她会给你带来幸福的 你也不必牵挂我 我会尽快忘掉这一切 昂起头来 重新生活 孙雅跟曹小姐真的断了 曹小姐亲口答应我 不会再跟孙雅来往 孙雅也说不会再去找她 那你呢 你难道会忘记他们带给你的伤害吗 说实话 怎么可以彻底忘掉呢 可是 我并不想纠缠其中 还是应该多想想以后 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对待孙雅呢 不管孙雅有多么不情愿 我还是要改变她 当然了 我也要改变我自己 阿湘姐 二太太 哪来的鱼啊 挺新鲜的 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买的 她们现在不吵架了 一起去买鱼去了 来 祝你们白头洗脑 永远恩恩爱爱 丽华 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你都看出我今天高兴来了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 因为我以后就不会再爱了 我不再爱了 我今天失去了我 我唯一的亲人 我最爱的孙雅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多么地爱她 我今天出卖了她 不 不是出卖 是我把她还给了她的太太 我 我是不是很高尚啊 我是不是真的很高尚啊 可是我心里难受 可是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啊 她醉了 我要回家 你要她她去哪儿啊 你要同意 我要回家 你把曹小姐放下 让她醒醒酒 你 孙雅啊 干什么 佳同意 你让曹小姐醒醒酒 你可别逮她的主意啊 哼 牛同意 你把门给我打开 不要离开我孙雅 牛同意 你个臭流氓 孙雅 你把门给我打开 牛同意 你开门让我进去 什么呀 你给我开门呢你 牛同意 你个臭流氓 你把门给我打开 牛同意 你开门呢你 你放我进去 牛同意 你放我进去 哼 还敢打我 你不是不愿意走吗 那就留下来伺候我 去 给我倒茶去 你 不弃茶也行 那你替我 把曹小姐的衣服脱下来 去呀 脱呀 绘画两笔画 就把自己当成了眉毛的凤华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 我把你取回去 做牛叫大少奶奶 脱 脱 我求求你 你让我走吧 你让我走吧 刚才让你走 你不走 现在你想走 我偏不让你走 你要敢跨出这个屋门 我就挑断了你个脚筋 去吧 给我们汽茶去 好 我走 孙妍 你别沉着脸 高兴点行吗 我走 我知道你不愿意跟我回娘家 可是迪妃刚从英国留学回来 这是头一次见面 怎么着 也不应该让她看出我们俩不和吧 再说了 她在信上还说 要不喝我们俩的喜酒呢 又让我去装 我最讨厌装不作样 这不是装 这是礼术 也是孝敬 迪妃比我 迪妃比我小暂且不说 你总不希望爸妈整天都在为我担心吧 女儿都已经嫁出去了 迪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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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艳 你快弄些野水来 快 我 去去 咱们快点说话 江大医 幸好处理得及时 不然怕得破伤风 那他醒过来就应该没事了吧 他这是受了某种刺激 这精神上 曹小姐 你别怕 没事的 丽华 你没事吧 怎么了 孙悦 没事 有我在 小医生 没什么事 我在呢